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跟著我一起來到 桃園最新的亮點地標 也是亞洲最大的棒球建築 還是台灣第一間結合了棒球 以及知名漫畫的飯店 跟得上我的球速 就帶你搶先體驗 沒有打中 沒關係 進去看一看比較重要 桃園除了有各種族群文化 還有棒球文化 中職元老之一 兄弟相對從業餘時期 就在龍潭練習 而且兄弟相對的老闆 洪騰盛先生 當年四處奔走 促進台灣職棒的成立 因此也有一說 稱龍潭為台灣職棒的發源地 剛剛在戶外的時候 看到棒球體的最高點 就是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 它其實也是象徵我們棒球 職棒的制高點 最高點堂 名人堂 我覺得來到這邊一方面 你會整個熱血澎湃起來 另外一方面 應該可以稍微測試一下 自己對於棒球的資深程度 因為越資深的人 應該會有越多的回憶 跟越多感動在這裡產生 這一位想必也是 很資深的球迷了 彥宏 嗨 麥妮 妳好 彥宏 我們這個棒球名人堂 我原本以為因為在龍潭 它可能是兄弟相對 本身的一個史料 所堆疊出來的展覽 沒想到它是 所有職棒的球隊 甚至中華隊的 這些史料文物都有 應該說洪董事長 在興建棒球名人堂的理念當中 他其實希望 我們在七樓的殿堂 是一個神聖 而且它是多元的 所以我們其實 當初在規劃的時候 我們有去拜訪很多老前輩 或者是球員 不管是推議的還是嫌疑的 甚至是教練 像裁判 我們都有大概去詢問的 其實很高興他們都 很能夠請郎地相助 捐球衣的捐球衣 捐手套的捐手套 捐獎盃的捐獎盃 就很感謝他們 就是不遺余力地去幫我們 完成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在這個場域當中 其實我們希望是各個球隊都有 不但是各個球隊都有 包括連中華代表隊的 其實也看得到好幾屆的 比賽球衣都在這裡展出 是 我想有一個球員 兄弟上隊的球員 大家不管你是不是 兄弟上的球迷 或者是不管你是不是球迷 你有沒有在看棒球 一定都認識就是這一位 洪正銘 23號的球衣 這個是恰恰的專區 對 這都是恰哥 他的一些實戰的戰袍 每一線都很乾淨 所以球隊的洗衣員很厲害 應該是恰哥 他自己也有在保存得滿好的 這都是去 有去親自跟他去問過 也是他整理好之後 把他捐給我們 然後下面這些是他 他每一支 全雷打也是 全雷打的 球 全雷打的球 有一些其實是球迷撿到之後 會回贈回來給球員 如果譬如都是第100隻 第200隻 第300隻這種的 旁邊這個是捕手的裝備嗎 還是主審的裝備 對 旁邊的話是劉伯君老師 他當初我去拜訪他的時候 他其實好不考慮地就 把他整套在裁判的裝備 包含他可能受訓 排去美國受訓的一些 很有紀念性的一些東西 讓他捐給我們 身為台灣第一位女性主審 劉伯君老師的物品 也是目前棒球名人堂中 唯一展示的女性文物 他們不但對棒球有莫大貢獻 也多虧他們慷慨提供相關文物 讓這裡更加豐富 而除了球星們的戰袍 物品 在展館的另一邊 也展示了球具的眼鏡 這邊算是從1900年代 一直到1950年代的 復刻板球手套 是 但這個手套 看起來好像跟現在的 落差滿大的 是 因為棒球發展有百來年之久 其實剛開始的棒球 其實不管是球棒 球 或者是手套 其實都是非常陽春的 所以當然包含我們可能看到 現在近代看到的手套 會覺得說 跟現在我們時棒選手 或者是實戰在用的手套 有很大的差別 當然中間都是透過 每一年每一年的一些 修正 改良這樣子 我覺得應該要辦一場 很有趣的比賽 就是所有的現在的球員 都只能用1900的手套 跟球棒來打棒球 這樣才是真正技術上的展現 因為當你用很粗略的工具的時候 你還可以接得好 還可以打得遠 那才就是真的厲害 可能裁判紀錄 非常地辛苦 辛苦 但是滿趣味的 籌劃一下 好不好 期待 不只手套 球棒 在名人堂中 聯球場的進化 世界棒球的歷史 都有詳細的載述 要認識台灣的國球 這裡真的是必須朝聖之地 另外展館內也有許多互動裝置 看你向往哪個手臂位置 都可以體驗一下手感 真的有感覺 不過這個頭手還滿溫柔的 所以沒有讓我覺得 好像接不住 可是就是有一種那種 穩穩地你捕手把球 接近手套的那種穩定感 這就是捕手該有的角色 除了可以體驗不同 手臂位置的手感之外 棒球裝備 材質 以及各種變化球的球路曲線 也都可以在這裡一併認識 甚至還有場邊文化 軟棒藝術 看了那麼多跟棒球有關的展示 你一定覺得很疑惑 我不是說這是一間棒球 跟知名漫畫結合的飯店嗎 知名漫畫在哪兒呢 說著說著就出現了 史努比 一起來進入花山漫畫的世界 歡迎來到花山漫畫的世界 看到紅跑道 是不是就有一種 想要跑步的衝動 預備 開始 來看看我們的球員們 嗨 希勒德 還有乒乓 他可是一個極佳的外野手 哈囉 露西 你的右愛野手得如何 奈勒斯怎麼沒有帶著毯子上場呢 這真是太奇怪了 薄荷敏佩蒂 他可是球隊的主力選手 Charlie Brown 你好嗎 當然還有大家最熟悉的 Snoopy & Charlie Brown 你們說來到這裡 是不是又看到了 另外不同的棒球文化呢 這就是花山漫畫棒球隊 而史努比迷來到這邊 一定會覺得非常瘋狂的 真的 是的 這間飯店不但有棒球文化 熱愛棒球的Charlie Brown 和他的朋友們 也是飯店主題之一 漫畫主角們組成的棒球隊 不但變成立體放大版 還有動畫互動版 可以跟他們拍照 更可以跟他們單挑 來場打擊練習 我覺得這個遊戲有點不公平 因為投球的投手是Snoopy本人 他投球的樣子實在太可愛了 所以你就會眼睛忍不住 一直看著Snoopy 而不是看著球 以至於會有點分神 這是一個Snoopy他用迷幻書 在讓你分心的一場球賽 漫畫主角們的生活 並不是只有打棒球而已 走進另一層樓的花生漫畫小鎮 還可以看到許多經典場景 謝樂德彈著他的紅色鋼琴 也許在演奏貝多芬 當秋千上方是吃風箏的樹 樹上真的有好多風箏 還有Snoopy的紅色小屋 那可是他協作 釣魚 還有展示收藏畫作的小天地呢 當然也有琳瑯滿目的紀念品 可以帶回家 不過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瘋狂度 免得刷爆信用卡了 帶著發票來找到詠麟 哈囉 詠麟 你好 詠麟 我知道這邊是印刷探索館 可是印刷探索館 我們應該是要來尋找 關於印刷的祕密還有知識 為什麼要叫我帶統一發票來 其實統一發票它也是一種印刷 也對 對 它也是把我們需要的資訊 把它印在紙張上面的 所以它也是印刷的一種 可是從一剛開始印製的時候 統一發票應該不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對 一剛開始的話 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常常是的 它是比較大張一點的 我們可以來看到就是 民國40年的時候開始 它的大小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而且它還有反映 當時社會的一個意識 所以說我們旁邊的話 還有很特別的兩個標語 消滅共產黨 打回大陸去 它其實是反映當時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民國41年 所以那時候還在保密房 別人人有責的年代對不對 反攻反攻就對了 對 應該開始我們是用這樣子的形式 到後來就是其實大概民國 差不多60年代的時候 就是台灣禁忌正式起飛的一個年代 所以那時候開出去的統一發票量 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那時候的話就是在剛才民國62年左右 有一個很特別的 每一個縣市它開出來的發票 它會有一個它自己獨特縣市的一個 真的 新竹縣有新竹縣的 北縣有北縣的 高雄市有高雄市的 每一個縣市都有自己的那個 獨特標章 對 就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從它發票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哪一個縣市來做開立的 從編號到標語 從形狀到形式 統一發票走過各個年代 也有各種不同的呈現方式 到了現代 也有二連 三連 手開 電子等等 各種不同的樣貌 不過有一個特色 從一開始就沒改變 那就是發票可以對獎 也因為有獎金制度 統一發票在設計上 就必須融入防偽功能 一張統一發票裡面 有好多的秘密 永玲 其實這一張統一發票 它有很多我們可以辨識 或者是防偽的小技巧在裡頭 對嗎 對 因為其實這樣子 一張發票的話 其實大家都會拿去對獎 所以說它其實被偽辯造的 一個機率其實是非常地多的 所以我們都會在 這一張的發票上面 然後做一些小小的一些 檢測的部分 然後來看 你來對獎的發票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我覺得對一般的民眾來說 浮水印這個好像是比較好理解的 就好比我們的一些 公司行號的優惠券 折價券 也會用這種浮水印來做辨識 除了浮水印之外還有其他的嗎 還有兩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 就是號碼的部分 其實號碼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有添加了一個叫做 紅色的滲透性油墨 就是當我們把發票翻過來的時候 它的油墨是可以透到背後去的 那這種滲透性油墨 其實最不容易被編造 因為它其實你沒有辦法 用一般的螢光筆 然後就把它改成你想要的數字 難怪我們統一發票有中獎 拿那個發票去換錢的時候 銀行的行員或是郵局的行員 都會把它翻到後面來看一下 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油墨的設計 讓它可以從背後檢測 你的號碼對還是不對 對 還有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們的防偽印紋的部分 這個防偽印紋的話就是 我們會有很特殊的設計 也會因為當年度的生效部分 去做一個不一樣的設計 所以每一年的統一發票 上面的原印紋都是不一樣的 對 都是不一樣的 那每個月 每一期兩個月 兩個月 會是一樣的嗎 也會不一樣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不早說 其實我們也是希望就是說 其實讓隊長的人 他其實不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在 這個都是在做防偽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知道了之後 你會覺得滿想要留住 這一張統一發票 一般我們隊完獎 可能就丟掉了 但是現在既然知道說 它上面的這個原印紋設計 每一年 每一期 都是不一樣的設計 所以馬年的時候 你可以留住馬的原印紋 雞年你可以留住雞的原印紋 龍年你可以留住龍的原印紋 它是一門藝術 打開皮夾 翻開口袋 我們每個人身上 一定都有無數張統一發票 卻從來沒發現 原來統一發票 有那麼多的設計細節在裡面 真是驚為天然 在印刷探索館裡面 除了可以發覺 統一發票印刷的樂趣之外 當然也可以自己體驗 印刷到底有多好玩 永玲 其實印刷有好多 不同的方式 我們面前的這台機器 它也是大家體驗印刷樂趣的 其中之一對不對 對 它這台機器就叫做 古藤堡印刷機 發明者它就叫做 約翰內斯古藤堡先生 是一個人名 對 那就以它的名字來命名 我們就稱這台機器叫做 古藤堡印刷機 所以古藤堡發明的這台印刷機 是很偉大的發明嗎 對 因為它是歐洲500年前的時候 它的第一部印刷機 它是在印千活字版的印刷機 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第一部的話 我們要先做上墨的動作 上墨 我們就旁邊的墨滾的話 我們就先來回推個兩三次 好 這是墨滾 那這兩顆的作用 跟古藤堡有關係嗎 對 一定會覺得說 就是高速500年前 一定不會有這樣子墨滾的東西 那以前的上墨的動作 我們就是用這兩顆墨球 墨球的話我們就是一樣 上墨 然後把它捏圓了之後 我們把它拍在硬板上面 因為這樣子的方式 它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均勻 所以我們現在才用墨滾 最早是墨球 像女生打粉撲一樣 撲…這樣子把它撲上去 那也滿有趣的 不過用墨滾會色比較勻襯就對了 古藤堡印刷機的設計 使用含油墨水 應用了活字印刷術 同時在機器的設計上 取材類似農用螺旋壓機的構造 古藤堡的發明 使歐洲印刷品更為平價 也間接推動了文明的普及 印刷探索管理這台機器 雖是仿製而成 但也十分具有歷史 操作起來還有木製的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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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會均勻嗎 非常均勻 漂亮 妳看 這就是古藤堡印刷機的奇妙之處 但是其實這個很原始 很傳統的一種印刷法 在其他地方 我覺得也體驗不太到 要到我們印刷探索管裡面來 你才可以看到 古藤堡印刷機的奧秘 詠玲 這一台也是 眾多印刷方式的其中之一嗎 對 它的話它叫做圓盤印刷機 圓盤印刷機就可以看到 上面它是有圓盤的部分 我們墨的部分 油墨的部分的話 會上在圓盤上面 它以前的話就是 主要在印刷一些少量的名片 就使用的 好 我們就慢慢地往下加壓 它沒滾就會慢慢地帶上來 原來是這樣子 對 然後沒滾上來的時候 又通過圓盤 再壓了一次油墨 對 然後再輕輕地放開 這個也是很耗人力 對 所以說後來它還有在精進 就是它會有出電動的 哇 電動的跟著機 你看 書籤這樣就印好了 但是我覺得 雖然這個很耗人力 但可是用那個籤字排版出來的 印出來的感覺 就會比較地文青一點 比較有那種文學質感的味道在 對 它會比較特別一點就是 因為它籤字它是有硬度的 那如果我們厚的紙張一點的話 就是它的話會看出來 會有一點凹痕 就是籤字獨有的印紋 這一台也是歷史文物了 大家來的時候體驗一下 要珍惜 在印刷探索館中 不但可以認識印刷手法 還可以探索印刷眼鏡 石板印刷 疼血印刷 鉛字凸板印刷 活板字等等 透過這些印刷展示 我們也跟著見證了 時代變遷和技術的提升 20195月才開幕的 佐鎮化石園區 是全國第一座的 化石主題園區 由於菜寮溪流域出土的化石 不計其數 經過兩年的重建之後 佐鎮化石園區結合了 原本的菜寮化石館 自然史教育館 還有光榮國小 讓原本單一館舍 蛻變成了全新的園區 這一群梅花路超級壯觀的 我們現在就進到了 佐鎮化石園區 然後我們要先站到一個 取景非常漂亮的位置 接著我們就要來 歡迎我們館方的林小姐 妳好 哈囉 妳好 這裡就是這一群梅花路好壯觀 而且我剛剛進看 就是它感覺還毛茸茸的 對 所以這邊是復刻梅花路的意象嗎 對 而且它最特別的地方在 它是台灣原生種的梅花路 其實台灣原生種的梅花路 在民國58年 我們就認為在野外 已經完全都沒有了 所以這是唯一的復刻 而且不是只有一隻而已 是一群 這一個場景就是我一直在社群網站 看到很多人在這裡 拍照取景打卡 對不對 沒錯 它跟過去的博物館就是藍冰冰 然後很多的這種靜態的展區 不太一樣 特別在佐鎮化石園區這邊 你們放入了什麼樣新元素 因為我們的園區很新 是108年5月才開幕的 所以我們會比較走一個 新型博物館的路線 除了有很漂亮的裝置 讓人家來拍照打卡之外 還有很多的多媒體互動 在自然史教育館中 要透過各種的互動裝置 帶參觀者進行一趟菜寮野外之旅 像是這一條模擬的溪流 就是用投影技術 將菜寮吸河床投射在地面上 當參觀者實際踩踏在巷頭 腳下的河床就會露出一顆一顆的化石 而另外一個有趣的情境模擬 可以讓你更有化身考古研究員的感覺 開始了… 是什麼呢 這是什麼 這應該是犀牛 犀…有…出現了 好好玩 就是它不會就是你馬上摔一摔 很快地出現 它會先模擬說 有一點很多灰骨 要擬真一點 先出現一個骨頭 然後再出現整個動物的形貌 好有趣 牆面上可以打開一格一格的抽屜 就好像是從岩層剖面中 找到埋藏的貝類 還有碎骨化石一樣 而拼拼看這個化石拼圖 好像就感受考古研究員 從零碎片段中來推敲拼奏 完整形貌的觀察能力 而一連三個可以操作的互動裝置 更是讓參觀者認識到 化石分為成績 礦化 還有風化等形成方式的有趣知識 在遊戲中充飽知識電力之後 我們要穿過化石翼廊 去尋找佐鎮化石園區裡 最厲害的館藏珍寶 好壯觀的孔龍 連牙齒都還在 我 找我嗎 是 它並不是孔龍 它是台灣貴寶叫做 早版中國蜥 中國蜥 所以是 它是犀牛 很多人沒有看到它的腳 就誤以為它是一個 名副起始的犀牛 就在菜條溪出土的 所以它不只是犀牛 它還是在台灣這個地方 去挖掘出來的化石嗎 對 當時它真實的化石出來的 大概只有40%左右 但是即使是只有40% 還是台灣算是非常完整的 出土的化石了 其實也滿多的 40%算很多 目前已經很少有人化 台灣現地出現的化石 有這麼完整的 在這樣子的骨骼去呈現之外 在整個館方 你們也包括運用一些 譬如說AR的實境 或是運用一些影片 去讓大家更可以去看到 這一個早版中國蜥 它的原貌 是 另外一個早版中國蜥的祕密 則是在命名上頭 為了紀念 對菜療溪流域化石研究 有重大貢獻的早版伊朗教授 所以這一具珍貴的古犀牛化石 便是以早版中國蜥 作為命名 一旁的螢幕上 不但可以看到畫面 模擬出犀牛活生生的樣子 還可以近距離地跟它一起合照呢 接下來棕林帶我們到 算是化石園區的一個祕密基地 是這裡 它祕密是因為 一般的遊客只能透過這個玻璃 看你們對不對 然後棕林特別帶我進來 我看外面是寫說 這裡叫清修室 什麼是清修室 把它不是化石的部分 把它給處理掉 我們才可以去判斷說 它完成的羊毛是怎樣 所以這感覺是很專業的 一個工作對不對 譬如說棕林 你手上拿的這一塊 我怎麼看我就覺得 它就是一塊石頭 如果是以專業的角度來看 哪一些是要修掉的部分 像這一塊 我手上拿的這一塊 它其實是鹿的脊椎骨 它大概長個H形的 如果說你翻到背面 其實你看不太出來 就是石頭 對… 所以像慢慢清修之後 大概有一個簡單文理之後 像我們發現說 它這個比較咖啡色的部分 就是屬化石的 有些像有一些貝殼殘渣 或者是說顏色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些其實都是 當時有一些沉積 都是一些不需要的 我們就會用系統筆這類的工具 去慢慢把它清修掉 好酷 我感覺這一次長知識了 就是看到整個化石研究的 一個很重要的秘密系列環節 但其實也不秘密 因為整個清修師在 就是清修的過程裡面 就特別把它演囊刮到 探索館的館區的一部分 所以清修師變成一個展覽品 對 那好錯 很有趣 吃便當囉 來到舍頭 很多人都會專程到火車站附近的 這一間食堂來尋覓美食 不過說吃便當不如說來坐火車 因為這間食堂 其實它本身也是一個 鐵道文物的懷舊食堂 在這裡可以吃便當 又可以看到很多的鐵道文化 我今天的目的 除了吃便當 除了坐火車之外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 我要找傻人 傻人在哪裡 這裡啦 強哥 哈囉 嗨 好久不見 大家都知道社頭有三多 芭樂 襪子 還有蕩也多 可是我覺得現在社頭又多了一多 就是鐵道米很多 不只是台灣的鐵道米 很多日本的鐵道米 都會專程來找強哥 就是為了要看強哥的收藏 但是這位先生 你有點誇張 你現在收藏是直接買火車頭了 以前是文物 我現在直接把火車頭給買下來了 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火車是大概幾年前 有一個廢棄物回收廠的老闆 他來便當店問我說 老闆 你要不要買火車 我聽到火車眼睛為之一亮 為什麼呢 因為收藏那麼多鐵道文物 就是沒有火車 所以當下 馬上就到回收廠去看 一看 不得了 這台是台糖的巡道車 這台車在台糖公司又稱為 大人車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高官貴賓來的時候 帶著去學習的 所以都成為台銀車 等於是糖廠的火車裡面 就是糖鐵裡面 又是等級很高的 所以這真的是非買不可 是 但是回收廠的老闆來的時候 請問你太太有在旁邊嗎 沒有在旁邊 這樣子 而且當初在回收廠的時候 它的車體真的是已經浮秀不堪了 因為風吹日曬雨淋 看到的話像廢鐵一樣 但是當下我就決定 我要買它了 買這樣子大概花多少錢 花了大概4萬塊錢 買聽起來還合理 4萬塊 但是不要胡我 因為修復會花更多錢 還有脫掉就是運送費用 就像你買一個貨櫃 貨櫃本身不貴 可是你要運送它 修復它 彩妝它 都要花很多錢 最終修復的部分是花了 四 五十萬 老婆知道嗎 好可怕 太太在你背後 她覺得非常火這樣子 已經65歲 骨架都繡食不堪的 堂鐵徐道車 必須用文物等級的方式來修復 強哥說 外觀的部分還好處理 最難的是為它找到啟動馬達 走到之後 讀氣球科出身的強哥 和同學們一起努力 終於讓一三五巡道車 不只能靜態展示 更能駛呈在鐵軌上 算是民間自力修復的第一台火車 大人在巡視了 以前的一些重要幹部 真的就是這樣坐在車上 然後跟大家揮揮手打招呼 今年的甘蔗長得真好 後面的朋友 後面的民眾 是這樣嗎 翔哥 是真的有去巡視 不管是巡視路況 還是巡視甘蔗的狀況 都有就對了 而且現在這一台巡道135 不是說強哥修復之後 可以發動了就讓它停在這裡 你真的有把它放回鐵軌上去跑 是 這台車子曾經回到西武堂廠 蒜頭堂廠 巫樹林堂廠 大概一些大大小小的堂廠 都已經去跑過了 而且好像還有一些學校 有邀請你去做動態的展示 是 怎麼去呢 就從這邊 因為你就算能發動 就算這火車真的能走 沒有鐵軌 所以在吊掛的過程 真的會比較麻煩 我們都是用卡車吊掛 所以一次的費用也都不少久 所以用卡車把它吊掛 然後到嘉義 或是到西湖 然後再放下來 是 而且還要對準那個鐵軌放下 是的 那加油怎麼辦 加油的話 其實我們這台火車 也曾經到加油站去加油 怎麼加 就是用卡車載到加油站去加 然後在卡車上面幫它加油 這樣 加油站的店員應該傻眼了吧 嚇了一跳 應該第一次火車到加油站去加油 就大家想說 那它是吃柴油 柴油 柴油車 好酷 超越了個人收藏 地方觀光 強哥這一個拱狼的舉動 完全是文化脈絡上 一個值得流傳 紀錄的篇章 對老鐵道迷來說 看見火車頭修復是感動 聽見引擎發動 又是另一個層次的記憶 聽起來很順 是 這引擎很厲害 聽起來順順的 不是說很卡的那種 好好聽 一般人可能就是覺得有點瘋瘋的 鐵道迷聽到這個聲音 就會很嗨 覺得好好聽的聲音 是 紅色可以按一下看看 按一下是幹嘛 可以嗎 就跑出去了 真的假的 你不要害我 試試換 按一下是不是 看一下 對 對 鐵道迷 它跟 騎著的 一般台鐵的名聲 還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對 聽到引擎聲 喇叭聲 感動之情油然而生 對鐵道文物著迷至此 你們說強哥不是傭人嗎 而除了尋到135 這個最大的亮點之外 強哥的鐵道文物館 更有無數收藏值得一訪 強哥這裡不只是強哥 他自己收藏很多的鐵道文物 本身你的食堂也已經是 算一個文物了 20年了 所以有新的展覽 跟大家分享對不對 這個便當盒 全部通通都是台鐵的便當盒 是的 強哥有算過多少個嗎 大概100多個 100多個是多少年之內的 它1999年發行 第一個紀念便當盒 到今年大概到20年 可是有時候一年 會有兩個 三個 這個除了自己的收藏之外 還要去跟人家收購 要去找 因為有時候是限量的 你不一定搶得到 是 最重要的是要持續這樣子 20年能夠收到齊全的 應該也沒有機會 很難 包括我想台鐵局 它裡面也沒有這麼齊全 台鐵自己要展覽的時候 還要來跟強哥借展 就是說可以跟你吊 幾年次 幾年次的嗎 這樣子 很舒服 花了強哥89年才收藏完成的 新火相傳12代同堂系列 台鐵人長輩用過的陶瓷便當盒 還有各式材質 造型年份的便當 一邊在食堂裡用餐 一邊看著這些具有 時代意義的文物 菜色也變得更有滋有味了 來到強哥的食堂二樓這個地方 空間雖然說沒有非常地大 可是你真的可以在這裡待很久很久 強哥你有統計過這全部的文物 大概多少件嗎 一萬多件 一萬多 是 在這小小的空間裡面 當然三樓還有 還有兩個倉庫 還有倉庫 太可怕了 一萬多你光是清點 你就清點不完 真的是一個問題 對 而且強哥除了收藏這些文物之外 你自己現在也幫忙 等於有點像創作 或者說去請人家來製作一些 值得留念的東西 其實是這麼說 我從收藏鐵道紋路 慢慢地變成收藏一些鐵道的藝術品 比方說 像135 剛剛我們看的135 對 我就請一個雕刻師 用二水的特色 螺溪石雕刻了135的巡島車 對 跟我們剛剛看到是 完全一模一樣的 你看它是一體成型的 一個40幾公斤重量的石頭 螺溪石雕刻成這樣子 一體成型你說包括前後 這個很細緻還有鐵軌的部分 是 藝術家真的了不起 最重要的 來 看一下 還可以打開 裡面那個配置 空間的配置 跟我們剛剛在巡島車裡面 是一模一樣的 座位還有它整個 剛剛引擎的分布 老師好精細 而且這邊又可以當成燕板 所以真的還可以 摩摩寫字就對了 所以旁邊這一座也是 螺溪石把它看出來的 它也是螺溪石 它也是一體成型嗎 是的 這些鏤空的部分都是 是 天啊 這個是 古早味的後車廳 對 因為它鏤空的部分 它甚至連天花板的地方 都是凹凸的 樑柱它都刻出來了 是 太難了吧 這個也很有紀念衣 因為這個看起來 非常具有懷舊的氣勢 其實這座建築物是 射頭車案的第二月台的後車廳 這建築物是日據時代就有了 一直到89年的時候 為了做跨站的天橋 把它拆除了 因為早期射頭 居民要是要外出 大概都是搭火車 所以這是他們的記憶 所以我就特別請 賴伍順老師 用螺溪石把它吊合成這一座 等於用這種比較藝術的方式 去重現後車停就對了 不但是一體成型 而且是真的把很多回憶的東西 也許我們已經看不到了 可是用另外一種形式 讓後代的子孫也還看得到 真的好厲害 愛心發射 我覺得我現在整個人 都充滿了浪漫的感覺 而且眼裡都是愛心 身邊也圍滿了花朵 因為我現在要去台中一間 非常知名的婚宴會館參加喜宴 而這個婚宴會館 很多的台中人 都是在這裡完成終身大事的 所以我覺得好喜氣 好興奮 來跟著我一起去沾沾喜氣吧 歐大哥 妳好… 詠傑同心百年好和白偷鞋老 歡迎光臨 對 我非常地開心 可以來參加這兒的婚宴 我們這邊現在已經改成了 西洋博物館 就是二樓 三樓 地下樓 還是有喜宴 但是一樓已經改成 西洋古董博物館 所以我今天不是來參加喜宴的 我是來參觀博物館的 是的 一樓的部分是西洋博物館 是的… 我知道 這邊其實是台中非常老字號的 婚宴會館 怎麼會跟西洋博物館扯上關係 對 我們也是策劃了一段時間 就是說做了一些改裝 變成就是比較重古典 比較歐洲式的一個博物館 可是怎麼會從餐飲業 跨足到藝術收藏跟藝文界呢 是你的興趣嗎 也算… 但是也有我媽媽的遺傳 所以是從媽媽等於說 從第一代開始就有蒐集 跟喜好這些古董藝術品 是的…因為我們是做餐廳 也蒐集了很多像… 就是跟餐廳有關的 像餐具的 有飲的倒叉 或者是瓷漆的盤子 還有水晶的玻璃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也蒐集了滿多的 把收藏跟餐飲結合在一起就對了 這間老字號婚宴餐廳 曾經伴隨許多新人 開啟人生的新階段 2016年底 餐廳融合華麗而新鮮的點子 變身成博物館 在為大家開創新的視覺享受 以西洋古眼文化為主要元素 一走進博物館 就有路易十四 鎧甲武士 天文望遠鏡等各種西洋珍品 迎接著我們 抬頭上望 還有地景藝術家蘇嘉賢 為博物館量身打造的 3D天花板壁畫 精緻而充滿歐風的設計 十分引人入勝 歐大哥說 館內珍藏的上千件藝術品 更值得深入研究 這樣作品就是歐大哥特別說 要介紹給我認識的作品 好 這個是海豚 它是西洋的一個神魚 海豚 是的 然後各位看起來不像海豚 對 所以就是說實際的一個 它們西洋的一個吉祥物 跟現實是有差異的 它們稱為它是海豚 但是其實那是歐洲人的一種神魚 就像我們的龍一樣 龍一樣 所以這一尊作品它有四 四隻海豚 四條神魚守護著 你看它的一個雕工就是非常 其實它是木雕 但是做起來像一個金屬桿 這樣子的一個藝術品 它可能只可以擺在很大的一個 就是玄關或者是說一個餐桌上 所以表示說這一定是富貴人家 或者是王公貴族之類的 它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富貴人家的藝術品 在博物館中還不是最珍奇的 館內還有各式精細的木雕 金光閃閃的擺設 以及彩繪華麗的瓷器 這一組很漂亮 這一組是法國的 皇室義用的一個茶具組 是皇室御用的 是 目前是這裡面的瓷器裡面 最貴的一組 王子 公主都是用它來品牌 你看它的藍色 那個礦物的藍 目前這個我們有 茶具組總共有12個 每一組就是說它的花色是不一樣的 每一個杯子都是手工去製作的 但歐大哥這邊只有10個 有兩個沒買到 兩個就是我媽媽跟我們在用 哪一個歐中皇室的杯子 原本是放在博物館的玻璃櫃裡 你們是直接真的拿來喝茶 是的 太享受了 我們用課本讀西洋史 歐大哥是直接用收藏品 來感受歐洲繽紛的文化 除了皇室古董 館內也有許多充滿歷史的 民意品收藏 有裝飾用的 也有娛樂用的 像這個德智的投幣式音樂盒 已經有150年歷史 在放上唱盤投入硬幣後 卻依舊可以播放出悠揚的樂聲 女士們 先生們 在西洋歷史裡 你都讀過愛迪生 在課本上你都讀過留聲機 可是你有看過真正的留聲機嗎 這一台就是留聲機 歐大哥說真的 我沒有看過留聲機 好 等一下就操作給妳 聽一下看看 這個就是那時候歐洲 他們愛迪生發明之後 量產化的一台 就是愛迪生 這個膠片就是蠟管 就是也是愛迪生的牌子 蠟管 剛才放在旁邊我還想說 是飲料罐 因為一邊聽留聲機的音樂 然後一邊要喝飲料 蠟管的作用是什麼 蠟管的話就是愛迪生 發明留聲機的時候 就是它透過蠟管 跟鋁箔包起來 就是透過唱針的一個 發出來的聲音 結果會把聲音留在機器裡面 蠟管的作用就等於有點像 後來的黑膠 是的 只是材質不同 所以它現在還可以播放嗎 這個留聲機 我們已經裝好了 就是可以聽看看 聽一下… 歐大哥不但收藏許多 存有不同曲目的蠟管 留聲機也不止一台 帶點小雜訊的音樂 真讓人完全沐浴在歐洲的 時代感中 而不只在館內 可以感受稀釋氣息 館旁附設的古典餐廳 更能用味覺體驗華麗古典 準備想用美食 但是桌上卻是如此的空曠 俊文主廚 你是不是不想招待我 其實不是我們小氣 你是要讓Windy去沉澱一下心情 然後享受我們所營造的氛圍 之後才讓我們法式套餐 一道一道呈現在你的面前 所以主廚要招待我的是法式套餐 當然… 那我就可以理解了 因為法式套餐它其實是擠不得的 一道吃完才下一道 對 要用放鬆的心情 然後去享受你眼前沒道精緻的餐點 對 所以待會兒也是會有服務生 幫我一道一道地服務 當然 秉持著法國人悠閒浪漫的精神 這一頓料理 我們一道一道慢慢享用 製烤的軟質麵包搭配三種醬料 先墊墊味 接著再用綜合冷拼 把味蕾毛細孔都打開 今天的綜合冷拼 它裡面總共有三項食材 對 第一道的話是我們的雙色茄凍 這個小番茄是用在地的 台灣的剩餘小番茄 稍微醃製一下做成的茄凍 它吃起來好不像水果 它吃起來很像是一種果凍 然後它很香 可是因為我們想像的小番茄 是一吃會噴很多汁出來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滑潤的小番茄 就它不是濕 它不是潮濕的小番茄 而是很滑潤 然後因為加了乳酪 所以它的香氣跟水果 會結合在一起 就讓你覺得 口齒分非常地芳香那種感覺 除了滑潤的番茄 冷拼還有鮮甜紮實的蟹肉餅 和清爽的油醋生菜 不同的口感 唇齒之間感覺更豐富 接著燉飯與湯品之後 用水果雪霜解膩 然後就是令人期待萬分的 主菜上桌了 主廚今天幫我準備的主餐 是美國紐約客牛排 佐治烤小甜蝦 其實主廚牛排到底是吃幾分熟 是最好的 其實我個人建議的話是 好的牛肉大概在3到5分熟之間 在上菜之前還會再靜置一段時間 之後它的水分才會 充分地留在這塊肉裡面 你想像一下 如果它在最熱 最緊繃的時候 拿刀子可以切它的話 其實所有的肉汁跟水分 就完全會流失掉 是… 常常吃牛排的時候 熱騰騰一切 然後那個汁就冒出來 可是那汁冒出來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讚嘆 殊不知那些汁都沒有流到 你的嘴巴裡面 天啊 也太嫩了吧 我覺得這塊3分熟真的是完美 超乎我的想像 然後這樣子的肉品 它會有一種香甜感 那個鹽味它不會是鹹的 你會覺得這個肉是甜的 雖然用的是胡椒和鹽巴 但是肉的甜是蓋不住的 真的非常地好吃 一組法式套餐 慢慢享用其中的精緻 真的會讓人覺得 吃飯是莫大的悠閒享受 除了套餐之外 也有其他特色輕食可供選擇 其中這道自鮮龜搭蕎麥薄餅 就是很傳統的歐洲鹹點 主廚 我覺得妳真的深得我心 謝謝 這樣子鹽漬過後 那個鮭魚的肉質好彈 可是彈之外又還是 很好入口就是很融化的感覺 另外我原本以為 所謂的薄餅會是硬的 可是它這個薄餅 有一點點像是吃鬆餅的那種感覺 它是蕎麥製的 所以會有一種香味 一口當中 會有很多豐富的味道在裡面 這道也好推薦給大家